香港九龙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垃圾房起火 大量农烟向上蔓延 造成两名老人因为吸入农烟感到不适而送院 目前情况危急 另外有大约60名居民紧急撤离 事发之后 当局派出100名消防及救护人员 20多辆消防和救护车赶往现场救援 据香港媒体报道 大火从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垃圾房开始燃烧 多个大型垃圾桶以及杂物被烧毁 现场冒出大量浓烟 经垃圾槽向上窜 波及居民楼的各层走廊和单位 居民纷纷求救逃生 消防人员花了大约15分钟将火石扑灭 经初步调查 当局在垃圾房发现了三个汽油罐和一个制冷剂罐 但都是空置的 消防部队认为 这些物品应该同普通垃圾区别放置 找到了